赤腹松鼠是阳明山国家公园内常见的哺乳类动物 因为它的腹部以及四肢内侧呈现红绿色而得名 它有着一对坚硬的门牙 以及与身体长度相当的毛茸茸尾巴 所以台语叫做碰气 由于它们大多在白天活动 所以走在森林间的步道上 很容易遇见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们 赤腹松鼠以植物的种子、果实、花朵和嫩芽为食物 偶尔也会捕食昆虫 它习惯把吃不完的食物埋藏在土中储存 但是因为个性健忘 常常忘记埋藏的地点 而这些被埋在土中的种子 并有机会在隔年发芽 间接地帮助了植物的繁衍与散布 在每年的春季 森林中赤腹松鼠喜爱的食物较为缺乏 此时赤腹松鼠便会出现 剥咬树皮的行为 将树木的枝干啃咬出一条条的痕迹 身手敏捷 外形讨喜的赤腹松鼠活跃在森林中 赤东西的模样十分可爱 深受游客的喜爱 有些游客会以自己带来的食物为食 然而对于松鼠来说 人类的食物太咸也太油腻 对它们的肾脏会造成负担 而且容易改变它们的觅食行为 甚至快速繁殖影响生态平衡 赤腹松鼠具有野生动物的习性 也常常听到不少游客 因为喂食赤腹松鼠而被咬伤的事件 野生动物也可能带有传染病源 人类接触野生动物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因此请您帮忙提醒身边的朋友 千万不可喂食野生动物